危机其实包含危机与机遇两个方面,当时带的大潮来临时,我们必须正确的认识它,绝对不能假装看不见,现实中确实很多故意看不见,或者看见假装看不见,当全世界的大趋势已经很清晰了,那就是美国的衰落难以避免,中国的崛起复兴难以避免,这个是当今的基本规律。 在十分清晰的规律现实面前,很多人还假装看不见,绝对怎么可能呢? 确实目前美国还是世界霸主,特朗普还很疯狂,但是疯狂有时也意味着毁灭,越是没有战法,没有底线的疯狂,越说明美国着急了,衰落难足了。 近期特朗普招数又进中国幽然不动,美国反而遭遇大危机,特朗普在联合国遭遇集体围攻更是说明,美国已经陷入了国内国际双重分裂。 当然美国不会轻易认输,近期又有了超常举动,谋划了大动作并且直接禁止中俄。 据环球时报9月28日报道,美军在巴林、约旦以及科威特的四个爱国者防空导弹列将会撤走。 并不属在其他战略方向,而五角大楼直言新的战略,就是应对中俄两国越加强大的军事实力。 毫无疑问,美国此举就是针对中俄的,也就是直接建制中俄。 与此同时美国还有重大消息露出,据参考消息9月28日报道,一篇名为美国陆军将为下一场大战加强作战力量的文章,也发了外界关注。 文章是美国陆军明年将把一个斯特拉克旅作战队加强改变成一个装甲旅作战队,2020年还要把一个常规步兵旅作战队改变为斯特拉克旅作战队。 美国国家战略已经将中俄列为了重要战略对手,此次陆军调整显然是针对中俄而来的,也是准备到的战争而来的。 专家认为,这个应该是秘密谋划的大动作,因为中俄联手是美军最害怕的,也是美国最担心的。 一旦中俄联手美国在欧亚的地位将受到冲击,危机近在咫尺,但这个危机对于美国是危险。 对于我们是威胁,但更多的是机遇,难道美国要打大仗吗? 显然不见得,这只是美国没有招数可用,又非常着急的疯狂而已。 美俄中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几乎为零,美国想利用这个信号引发军备竞赛,用军备拖款对方国家经济。 说白了,就是限制对方国民经济发展,在用烧钱的手段让对方无钱折腾,急逼着对方走穷兵独无的路子。 然后在对方国内矛盾计划使用飞武装手段打款对方,摸清美国的路数,就要有真的性布局。 但至美帝也很简单,可以不断给这位世界警察找试看,叫美帝不断出警。 在世界范围内耗死他,如果让这位警察闲着憋大招,那就只能疲于应付了,主动出击才是积极防御。 消极防御无异于引颈救路,美国整天忙着研究高端武器,培养官兵,今天打这个小国。 明天想打哪个大国,我就不明白,你美国不管和谁打仗,有好多美国人死在战场上,金钱丢在战场上,世界上有好多人成为你的仇人,美国人图的什么? 在此我警告美国,国家的命运是天注定的,作恶多了,老天就把你美国灭掉,如果爆发战争可以这么说美国能打赢中国都不可能。 就不要黄论战上中俄了,所以美国和中俄开战那是伟命期。 中国根本不需要吹捧,吹捧也对中国毫无益处,美国根本不需要畅衰,畅衰也无法击垮一个国家。 美国陷入了巨大危机,就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后的疯狂阶段,没有守得一身挂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为精神,没有稳定的国内环境,没有不断增强的国力。 我们将失去一切,甚至永远失去民族复兴的机会。 同胞们,钢枪已擦亮,大炮已上膛,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连横合作的能力和水平很重要,得到多助,失道挂住。 能否发挥狼群战术问题,特朗普没那么可怕,既然狼来了,就只有一斗到底,这就要有月随风吹浪打,甚至玄情信不得自信,就要有梅花花洗漫天雪。 动死苍蝇为足夕的期待,中国一定不能表现出任何一丝愜意。 一只狮子与一头老虎在打架,周围有很多彩狗,在搖叫着转圈围观。 如果狮子熊撞稳见,怒吼八方,则他们只会围观。 如果猴子表现出愜意与退缩,那帮彩狗就很可能一轰而上。 机遇属于中国,未来属于中国,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 美国必败,胜利必然属于中国,美国憋大招。 特朗普最后疯狂释放重大信号,危机来临,中国因的大机遇。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